再来看到是台北监狱现在惊传有兽刑人心脏被力检刺杀身亡的案件 这是一名被判无奇徒刑定验的兽刑人 6号上午的时候在北间的工厂被发现 心脏部位呢被力检刺了三刀 送医之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这当中一度传出说是兽刑人斗殴 不过北间方面提出否认 他刺刺刀的话 他上到我们二楼的这个储藏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裁剪的一个仓库 那同时用利刃的话 或者是剪刀的话刺自己的胸部 这个兽容人本身的话 他是属于重罪的一个兽容人 那另外的话因为他是假使中在犯罪 所以他的刑期的话是相当的长 有长达39年的时间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造成他 认为必须长时间待在监狱里面 我们都还在进一步了解当中 这一回身亡是一名判无奇徒刑的受刑人 他平常被分配到工厂来干任裁缝工 不过6号上午的时候被发现 城市在工厂的二楼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虽然说呢北间方面初步认定 他应该是自残 但是呢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头 再加上这人当中身重多刀 有没有他杀的嫌疑 现在案件呢是已经引由检察官来进行调查